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再按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集一開場就是少少星人好苦老 我認為自己是光之巨人 就有打倒黑暗巨人的責任 然後輪到前女友得不到永恆之核 就在海裡開始發怒發洩 突然之間Diabolo就出現了 OP播完之後 就是金色一族和黑暗巨人的對話 金國人就說想得到永恆之核 然後連小金人也出現了 不過Kalumi還未恢復以前的力量 結果只能乖乖地聽小金人的話 原來好幾日之前 一個金色和一個紅色球體來的地球 金色的就是Diabolo 紅色的應該是Libuda 而陸武人也很苦老 需要改造基地 然後金國人就召喚出怪獸 開始破壞城市 然後這一幕拍著他們三個人 很有型地用豆豆槍 蚊咬地射一隻怪獸 怪獸還要不停發炮都打不中他們 然而這一幕我又覺得沒用 又不太有型 然後頭頂棟大廈還塌下來 於是少少星人終於變身了 一輪苦戰之後就變成少金人去打 不過永恆之核的力量太強很難控制 最後真的很勉強地成功打贏 看來少金人他們想利用這隻怪獸 去看看少金人的力量 然後Ignis就交了少金人的情報給陸武人 到底陸武人的技術力有多高呢 就連少金人的力量都想利用了 鏡頭一轉就是女主角幫少少星人包紮傷口 這個時候隊長就進來看看他 看來又多一個人察覺到少少星人就是超人的身份 然後Diabolo現身 就懷疑跟少少星人借抽 金國人就想逼他用永恆之核的力量 之後就乘機去搶 然後超人Rebootda終於說到現場 這次Rebootda就是首次來到地球 也是身為海外超人的他 首次參演正統的超人電視作品 而且實力還要很強 打得難分難解 真是威盡全場 誰知道小金人走出來帶走了金國人 臨場走路 最後Rebootda也首次用人類的姿態現身 今集片頭曲和片尾曲都換了 OP就只是轉一轉曲風 而ED就直接換了第二首歌 ED2就叫做Astami Lumonodaji 就是由少少星人 綠母人和女主角合唱 其實作為一首歌來說 我覺得不差 但沒有超人片尾曲的感覺 今集其實也有讚的地方 例如Rebootda和Diabolo戰鬥的部分 兩個人的招接招很好看 特別是Rebootda被捉著腳再向上踢 以及用牆棍去戰鬥的部分 以下就是解說時間 Urdoraman Rebootda 在介紹Urdoraman Rebootda之前 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Rebootda並不是馬來西亞的超人 而是由日本原曲設計 再和馬來西亞合作 在當地節目上登場的超人 Rebootda最初登場於2014年 作為嘉賓角色 在馬來西亞的動畫裡登場 而這套動畫也是當地的國民級動畫 自2007年開始播放至今 Rebootda這個字 在馬來西亞語解作風暴 Rebootda在近代的新世紀超人入面 都是少有的紅銀色線條造型的M78超人 很典型的初代超人樣 不過耳朵位就經過獨特設計造型 然後最大的特徵就是雙手藍色水晶 G-Crystal 上當年2013年至2014年 原曲的多個作品入面都很喜歡玩水晶 例如超人銀河和超人勝利 然後還有Dai Kaiju Lashu 然後就是超人Rebootda 而它的彩色能量計 亦都相當之特殊 平時的M78超人 全部清一色都叫做Color Timer 而當中 就只有墨斯的是Power Timer之外 就是Rebootda的Sigunal Timer 而Rebootda的戰鬥風格 是參考了東南亞的一種傳統武術叫做巴卡西拉 是一種歷史悠久又高觀賞性的武術 另外 Rebootda還有兩大裝備 就是用了防衛Reboot Blocker 以及攻擊用的光之長軍Spuleta Lotto Spuleta Lotto 就是跟超人Gurado 以及超人Pavado特訓之後獲得的武器 接著就講一下Rebootda在地球活動時的人間體 分別就有動畫版和今次的特攝版 動畫版叫做Terazawa 隸屬一個叫DRF防衛隊 兩手裝備有變身手環G-Flashute 只要雙手交叉重疊便可變身 至於今次特攝版的人間體 就是由土屋神業去飾演 這位演員就是布里亞銀河帝國入面 飾演公主的土屋太鳳的弟弟 兩子弟都很喜歡超人 至於Libutda配音的就是驅田河 然後就講一下Libutda至今的故事 首先就是2014年11月播出的馬來西亞動畫 動畫裏面兩個小朋友主角 就打扮成為防衛隊的成員 然後就跟Libutda一起去對付Kirato Sejin 和Harilinta 後來發現原來是主角的夢境故事 然後童年已經有皮肚登場 就在馬來西亞的超人舞台劇首次亮相 連同超人Zero和超人迪加合作戰鬥 相隔一年之後 再次在動畫的續作裏面登場 今次打野怪獸就叫做Payangu 接著去到2016年1月 Libutda正式在日本傳媒上出現 同年的6月 還在新超人列傳的最終回入面 在眾多超人大集合之中 看到Libutda的身影 接著兩個超人50週年的直播活動 怪獸大感謝祭和參併公會堂之中 今次直接開名介紹這個來自海外的超人 而真真正正在日本的原谷超人作品出現 就是2019年的超級銀河格鬥 在水之滑星和Bakila戰鬥 後來2020年的同系列作品裡再次登場 今次還要是主角色 可以說是威到盡的海外超人 Libutda本來就是光之角的文明監視員 曾經跟超人密斯出現做調查任務 後來接受過超人Gurado和超人Pavado的特訓 再被超人太郎推薦加入銀河救援隊 舞台劇登場的男族女超人Sora 就是Libutda的青梅竹馬 始終超級銀河格鬥這個系列應該長造長有 The Kingdom的黑影角色還有兩個 加上這個系列就是Youtube配信面向國際的作品 作為海外超人Libutda 今後應該有時間活躍 Abusolutian 這個Abusolutian 是超級銀河格鬥系列的初登場敵人 他們是來自一個叫The Kingdom的地方 從官方發佈的概念圖可以見到 除了Tarutalos和Diabolo之外 還有一個像阿古魯和尤里安的黑影角色 首先介紹的是小金人Tarutalos 配音的聲優就是周仿佈信一 小金人就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 每次出現都會自我介紹 然後他都很喜歡玩偷襲 而Abusolutian有兩個特殊能力 一個就是金色的神秘空間 他們以外的人進去都會被削弱能力 另一個就是穿越時間的能力 故事入面 小金人就四處去不同的時間點到搞事 還會帶不同的怪獸去不同的時間 是一個很麻煩的敵人 至於金國人Diabolo 今次就是公開新作預告之後 首次在超人作品裡面登場 詳細的介紹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而今集關於Diabolo的新描寫 就是他用的技能和必殺技 他用的招式被譽為是宇宙最強的拳法 Cosmo Genjouken 而必殺技就是Golik Hagiuken 不過實力呈現上就一般般 和力量形態就五五波 又被Ributo很輕鬆的盾擋了 Diabolik 奇機械怪獸Diabolik 最初登場於超人Orb的劇場版 以劇場版的怪獸來說 這隻Diabolik就不算太強勁了 明明機械怪獸又有一支大炮 但實力很一般 沒有留下好深的印象 故事入面 就是宇宙魔女擦手下的怪獸兵器 身體上的武器非常之多 就像一個移動的攻擊要塞 而他有一支大炮攻擊 會令對手變成鑽石 後來也有同名的怪獸在超人太家登場 而在超人Z的超傳集中 有個前傳小說 就有提及到 是Chibru Sejin Mabuse 去製造出Diabolik 然後再賣給宇宙魔女賊 而這個Chibru Sejin 就是太家入面 用貝里亞恩子 去製造出假的貝爺出來的Chibru Sejin 今集 Diabolik同樣是被超人一刀兩斷去尾刀KO 今次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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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